现在在大马 大马为什么是东亚南最肥胖的国家之一呢 Why 为什么 大马卫生部的副部长预测在2023年的NHMS调查报告时 大马肥胖患者可能已经达到23-24% 这就意味着什么 在马来西亚每两名的成年人 就有一个人是操纵的 而每三名的儿童当中也有一人是操纵的 这个比例是相当的惊人 大部分都会因为肥胖者或者是营养过剩 其实不然 2016年全球营养报告指出 肥胖和饥荒共同使全球营养不良的现象增加了 这里在129个国家当中进行了研究显示 全球每三个人之中就会有一个人是营养不良 而除了饥荒有数亿剂的人 是因为肥胖而营养不良的 他们的血液当中有着糖分 盐分和胆棍醇都过高了 该研究的负责人指出 营养不良是指没有摄取到足够的营养 而且大马肥胖的几率 冠亚洲都是终极原因 就是因为 沃特拉大学的医药专家指出 导致肥胖的问题主要分别为 食物体力活动环境等基因 但多数都是因为前两者 也就是食物和你少做运动 营养家分析 一个人每日的脂肪建议提取量 是大概在30%以下 而且大马人现在脂肪中摄取热高量 达到了45%以上 而且是远远的超标了 听到的这个数据 你是不是惊呆了呢 好啦我们是时候该减肥咯 在留言区告诉我 你有什么特别的减肥方式吧 我们下一期见 我们下期见